不僅侵擾台海 中共也瞄準了釣魚台附近的海域 从昨天上午十点半开始 四艘航行在日本领海外侧的 林街区中国海警船是陆续进入到了尖阁诸岛 也就是我们称的钓鱼台猎鱼海域 并且声称在领海航行了一小时四十五分钟 海上保安本部巡逻船 为了不让中国的海警船进入 是不断的警告以及监视 这也是继去年十二月二十五号之后呢 中国今年首次出现在钓鱼台猎鱼周边 而台湾更是中共的眼中钉 美国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最近就针对了中国二零二六攻台 进行了二十四次的兵棋推演 最终认为解放军很有可能会以失败告终 而美国中国台湾都在这场战事中 付出了惨烈的代价 而二十四次的兵棋推演 主要分成了五大部分来进行 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基础模拟 尽管是美日台胜利 但是由于美日联军在台湾的周围 空军基地不足且缺乏抗炸机堡 导致战机上位起飞 就被中国的飞弹给摧毁了 而其次是悲观模拟 解放军对台攻势都失败 但是十六次中当有十三次 是僵持的局面 美军飞弹是否能反舰 列为关键的因素 再来是乐观模拟 解放军惨败模拟了十一个乐观情境 例如解放军的舰艇防空两栖能力比较差等等 还有台湾孤立无援的模拟 而这个模拟是美国和其他盟友都不会介入 解放军最终是获胜了 而解放军两栖部队会在南部登陆 三周之后占领台南高雄 而台湾的政府可能在全面占领之前就会投降 这个模拟当中台湾方面的损失最为惨重 双文人数大约是占了总动员兵力的一半左右 最后则是末日模拟 而中国持续威胁台海和平临近的南韩 同样是难以置身事外 一份由南韩民调所做的显示 是有百分之六十四点五的民众说 如果台湾有事的话 会支持政府还有军队 直接或者是间接给予美军行动支援